在央视最近的节目中回顾了在我国空军中 素有空中美男子之称的歼8战机的设计过程 提起歼8有很多个第一可说 歼8是我们国家自行研制的第一款战斗机 在上世纪60年代 高空高速是各国空军普遍追求的目标 基于这一追求 歼8的研制也提上日程 在设计时 研制人员提出了不同设想 包括单双发等 为了实现高空高速 歼8最后采用了双发设计 并在1968年造出了两架原型机 随后进行了一系列测试 在研发中 先后解决了跨音速时飞机抖震 高空时发动机停车等故障 在后期型号中 还将机头进气改为两侧进气 并换装了204丹麦充火控雷达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 我国的军工人又在基础歼8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作为我国的第一款重型战斗机 歼8已经量产了30年 直到现在仍有数百架服役 虽然很多老旧飞机已经退役 但是仍有不少型号的歼8 仍在我军中服役 甚至在过年时 不少歼8还要拉出来 给全国人民扮演 虽然受限于研发能力 这款战机的实际性能 与设计指标仍有较大差距 但毫无疑问 该机是我军战机研发的一个里程碑